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今天是2023年1月8日 今天是星期日 這一節我們要揭露 就是這個叫做中國不敗 中國無敵 不是中國不敗 不過意思也是一樣 很多人 立即 大叫無敵是最寂寞 發生甚麼事呢 話說有一個內地人 就是穿着一件衣服 上面寫着 China無敵 中國無敵 說起無敵 剛才就說了 這個叫做無敵是最寂寞 這個應該是歌詞 說起懷舊系列 說起無敵 我想起就是動畫 我想起這個動畫叫做風之谷 風之谷 當年在 香港 上映 香港 將他譯了做廣東話 有一個角色 就是叫做無敵 另外還有一個將軍叫做戰無不勝 總之真是厲害了 我覺得 中國大陸 正正就是這樣的情況 又自許無敵 又自許戰無不勝 大家當然知道 就算沒有看過風之谷 叫得這些名字 當然到最後 相當之狼狽 所以這個世界有些時候 很忌諱改一些太過霸道的名字 保證出事 這一次 又是這樣的情況 其實他漏了幾個字 China我真的覺得是無敵 因為 無恥 就無敵 中國大陸 真是非常無恥 所以無恥變無敵 所以其實是漏了幾個字 是無恥變無敵 這件事是甚麼事呢 就是南韓對中國大陸 防疫級別提升 居然有一個 中國的旅客 明明自己是陽性 還住在 隔離酒店 居然 就是不要念 直接從隔離酒店逃跑 然後 走進了這個就是南韓 我們在說之前請大家繼續支持六部曲 記得按LIKE 用社交媒體share我們的節目 繼續建設性留言 痛擊五毛 痛擊藍絲 繼續開Google戶口 訂閱我們的頻道 星期二得道 星期二日報 還有後備頻道 星期二新聞集團 我們繼續誠意邀請聽眾經濟能力許可的你 希望你訂閱Patreon 支持我們 同一時間 希望大家 真的很認真 打開節目清單 欣賞播放 手動點擊 加無限大發 希望大家 真的確實 支持我們了 最近 12月 數據是偏差 再加上 最近 除了我們 其實所有時事 收聽也是稍微下降 因為整個社會似乎很關心 是娛樂事行 最近關心得最多的事件 一定是大樓了 大樓的事件 其實跟娛樂成份 掛勾更加多 但是我們始終是時事評論的網台 所以我們還是會集中在 這個時事為主 安裝了Pine Network的朋友 記得繼續 按閃電鍵 到底Pine幣值不值錢呢 我也不知道 但是我估計 也有主觀的成份 也有主觀的願望 我覺得既然有兩個 貨幣 加密幣的交易所 說要去 做交易 而這個Pine幣官方就說沒有這件事 對他的 價值不為所動 我推測 Pine幣應該是會值錢的 但是值多少 什麼時候有得買賣 每一樣東西 都是uncertain的 所以作為一個免費的模式 大家儘管記得按閃電鍵 回來研究中國大陸 首先這個男子 就是 一年犯了幾個大錯誤 自己 就是不敵武漢肺炎 明明就是陽性患者 陽性患者也不要緊 明知道自己讓了 走了進去韓國 人家 就是抓到你 的你進去就是隔離酒店 居然逃跑 結果 在首爾擾讓了兩天 然後才抓回他 雖然現在大致上 已經知道 如果 是Omicron的話 殺傷力始終也是有限 但是 殺傷力有限 不代表 你可以不用做防疫 以及四周圍傳播 再說多次 從來沒有人說過你可以 四周圍傳染給其他人 這個是 極度不負責任的行為 因為不是每個人的體質都那麼好 而且有小朋友有老人家 尤其是老年人 你不知道你傳了給人 人家會有什麼 反應出現 所以呢 中國大陸再一次 展現他們 無恥的行為 明知道自己陽性了 被人抓到隔離酒店 還要逃跑 你說多無恥呢 還要 剛剛的畫面看到 就是穿着衣服寫着 中國無敵 你說是不是真的是無恥最無敵呢 使得整件事 中國無敵 這個 標語 更加搶眼 搶眼 以及無恥到 有大量的內地網民 都不屑他的行為 南韓的警方就查到這個男子 五次入境 南韓 都是去了整形 診所 可能是走去整容了 不知道是什麼原因 南韓就是因為針對著中國大陸的情況 所以對中國大陸的旅客 入境 實施限制 原因也很簡單 中國大陸的遊客 從來都不守規矩 不是第一天發生的 你們 又有病 又逃跑 讓了到處走 又不遵守防疫規則 這樣的情況 怎麼可以跟你去 無條件通關呢 由始至終都是你是壞孩子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現在國際通關了 你可以四周去播毒 從來都沒有人說過 所以 韓國在1月2日 就是對中國大陸的旅客入境 實施 檢查的限制 必須要 有PCR Test 陰性證明 大家應該很熟悉的那些程序 大家都過去經歷了幾年了 這個41歲的男子 在3日 從仁川國際機場 入境 被人檢測到就是陽性 人家很正常 就要抓你去住隔壁酒店 誰知道 他就是逃跑 防疫巴士去到 防疫酒店 然後他就跑了 於是警察 還要去抓他 結果抓他的時候 鏡頭就拍到了 Made in China 無敵 真的相當之搶眼 內地網友相當之覺得 不屑他的行為 有內地人形容這個是丟臉的中國人 丟盡了中國大陸的架 大陸的架 其實是丟了很多次 雖然我們也同意 不是全部人都是這樣 但是 真的 有太多人的行為 是太過惡劣了 距離文明 還有一段很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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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距離 也有人希望南韓的警方 可以好好招呼他 讓他不要那麼囂張 什麼Made in China無敵 中國大陸的遊客 爆出在外地 做一些極為 土人厭 的事已經不是第一次了 他們 作為遊客有一個特質 就是去到任何地方 都覺得 可以無限制 犯規 人家不做 自己可以做 人家當地不做是有很多原因 因為大家 不會用無限的時間 聘請無限的公安和警察 在無限執法 只有中國大陸會這樣做 所以中國大陸 習慣了沒有人抓 甚麼都可以做 當然再加上就是國內教育 國內的 負心教育 覺得 有甚麼東西都是害人啦 好過自己被人害 所以他們形成 一股這樣的做法 只要沒有人抓他 他甚麼壞事都敢做 雖然不是全部人是這樣 尤其是經歷了白紙革命 有一點點改變 但是距離完全改變 大改變 還是相差一段很長的距離 這個就是中國大陸 為甚麼在全世界都不受歡迎的原因 就是因為這些所謂害群之馬 害群之馬數量太多了 一大半都是害群之馬 其實害群之馬這幾個字 已經不適用了 太多了 你多於一半都是這樣 70%是這樣 80%是這樣 害群之馬是說100個人裏面有一兩個人 做壞事害了其他人 所以中國大陸的情況 不是害群之馬 是集體有問題 其實真的需要集體整頓 到底他身上 有沒有新型變種病毒呢 也沒有人知道 所以你說他多無恥 這次無恥就無敵了 跟中國共產黨這次真的一樣 好 我們這一節跟大家 暫時說到這裡 大家好 升旗易得道 我們 我們在黑池 有了三個酒店 為剛剛來英國的朋友提供一個暫住的服務 因為來到英國 租屋是最大的問題 我們的黑池酒店 其實租金也相宜 最便宜的房子是300磅起 也有些比較大的家庭房 我們只是收一個月的按金 以及一個月的租金 如果你住一個月 實際上 你住滿一個月就可以下降了按金 很多朋友 來到我們這裏居住也覺得挺方便 我們 已經在這年多裏面接待了接近180個家庭 所以 也是很多人的選擇 我們也有旅遊的包車 我們也有機場的接送服務 大家可以向我們的 合作社查詢 VPN贊助我們的頻道 由於它會更改你的IP地址 並通過加密的通道 所以 PIA對你的 Internet的服務供應商 網絡管理員 政府審查員 是隱藏了你online的活動 即是說 政府是沒有辦法追蹤到你 看過甚麼網站 當 你聽升旗易得道 可能也經 犯國安法的時候 我認為 裝了VPN對你可能也會有保障 尤其是怕封網 尤其是YouTube上不了 透過VPN應該可以跳過香港的地區限制 VPN也是這樣用的 我們現在就是向大家推介這個PIA 因為它做了贊助 我們就是 告訴大家 用本台這條連結 有Discount 這也是我們其中一個法定廣告 所以將成為 沒錯 影片後我們也會把這條廣告放進去 多謝大家支持 希望大家支持 拜拜